針緣第三十一章第十六節 他想得田地就買來 用手所得之利 再種葡萄園 在我年輕的時候 聽成的聲音是我最大的問號 但我養成一個小習慣 我會慢慢去糾正我自己對這方面的誤解 去糾正我自己在這方面的懶惰 去糾正我在這方面做錯的小習慣 他會慢慢學回來 到今時今日所見到的梁逸華 我能夠聽到神的聲音 能夠和神對話 其實是來自我很早年的時候 開始了一個小習慣 但我和你們的小習慣不同 深奧的小習慣 是要不斷微調的 就像聽神的聲音 是不斷微調的 在過去這麼多年當中 由我開始 我聽到神的聲音 很初歌 那時候懂的東西絕對沒有理會 現在石安頂姊妹當中 所知的關於恩賜運作 有很多這些關鍵 因為那時候都未發明 都未發現 都未發生 在我身上都未經過證明 那樣東西work 試過那樣東西 然後再示範給別人看 然後再將它變成一些原則 去教出去 那時候未有的 但問題當時是由一些小習慣開始 但過程當中 是不斷在沒有人教底下 慢慢去演變這些小習慣 去到今時今日 我本身每天都有我自己 傾領神的聲音和習慣 你要看到 每個人都有24小時 所以那個一定是小習慣 一定的 但小習慣當然不能告訴你 因為複雜到 你反正不可能做得到 而並且對於很多人來說 今天的租談 都不會做 而事實上 那些小習慣 根本是 其實現在來說 已經對於很多人來說 是一個不可能 聲音的習慣 因為那些人 一定要做一些很容易 很容易的習慣 所以現在你就明白了 在過去這麼多年當中 其實在我經過身邊的人和事 聽神的聲音 是真的很幫助到我 約進很多事情 其中一個我覺得 傾頂神的聲音 最幫助到我 即是能夠跟神對話的話 最幫助到我就是 研究聖經 是最幫助到我 真的 簡直 很多的經文 是很輕易打開 很容易理解 又真剔 並且很幫助到我生活 都是因為 都是討論神的聲音 更加不要說是廣道 廣道 如果我不聽神的聲音 靠自己擠這些啟示出來 哪有可能 你明白嗎 你作新的也難 何況你講完之後 還要是第二天 不要矛盾 不要互相矛盾 如果那個不是來自神 哪有可能有人可以 作到這麼深 沒有講到這麼詳細 然後這麼廣闊 這麼宏大 然後去到這麼多十年之後 都發現完全是應驗的 哪有可能 所以分行訊息 我都是因為 傾定神的聲音 成為我背景 成為一個 我可以說 無限量這麼大的祝福 但是 在當初 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小習慣 我是將它由這個小習慣 轉到另一個形態 才讓我一次過 傾定神的聲音 是躍進得很重要 是讓我傾定神的聲音 已經變成利器 變成 weapon 就是我這個小習慣 當我去愛來服侍人 即是說 當我用恩賜運作去服侍人 當我用傾定神的聲音 去服侍人的時候 我就發現 它變成利器 變成我擁有的利器 這就是為何針然說出來 這麼簡單 這麼平凡 你的夢想 或者你自己去服侍人 或者是掌進 你選擇了 然後你就成功了 就會變成你的武器 好像聽起來很簡單 但其實不是 原來這個就像上一節一樣 原來你開始這個勾 在人生當中 你究竟勾著什麼 成為你跟著人生當中 每一日的慣性 所做的方向 或者習慣 原來你願意能夠這樣做的話 成為你每日慣性的方向 勾著你的方向 那樣是一個服侍人的動機 以及方向 你的恩賜就會變成你的利器 所以現在你會看到 我傾定一日的聲音 根本就成為我武器 在我人生當中 可以說得著很多很多很多的東西 因為理由很簡單 因為如果你用恩賜運作 只是幫自己 其實是很簡單很容易的 但你去幫人的話 你就會遇到很多很多的東西 因為你幫自己的話 準不準 就在自己心裡知道 但你幫人的時候 真的 原來你發現 有很多恩賜運作幫人 在我人生當中都發現 很多東西 神是不說的 說一些又不說一些 我慢慢經過很多年 才知道 為何神哪些是不說的呢 就是那些如果乾犯了 說了之後 你可以大安止義 不用用智慧的話 神就不說那些 因為他願意幫你 但他不願意你在人生當中 不努力去爭取 去學習智慧 始終在當中要想通事情 或者想好方向 或者做好困境 或者解開謎題 全部神是不會告訴你 他一定會給你一些幫助 讓你走對方向 然後你在過程當中 去打造你自己擁有的智慧 在過程當中 當然不是每次都能理解 總是累積很多年 很多次 但放在我自己身上 我不明白 但當我開始服事人的時候 我才明白更大的題目 更廣闊的天空 對嗎 就好像舉個例子 讓我成為我自己的武器 其中一個小習慣 就是我自己 要不斷訓練自己 去學習得快 真言第三章 第十六節 他想得田地 就買來 用手所得之利 栽種葡萄園 全活為行業 每天將心弦 盼上聖如日子 為神呈獻 我願力行實踐 始終心無歸險 盼神話語 是否直到最終點 我儘算穿一陣美星呈獻 每天歌聲結伴往前 前路若然充滿挑戰 但你說如和我相欠 而我非打破過眾多挑戰 是你還手伴上我身邊 已決定惡事 要衝生不變 直到最後榮耀日子 與你相見